刚才我在台湾的境外的 也可能不是台湾的 看到一段视频呢 这个视频呢是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发来的视频 说乌克兰当地的年轻人啊 现在就直接问中国留学生 你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啊 你们是真的侮辱我们乌克兰的女性 说你们啊这个收留要收留乌克兰的美女 给你们中国男人做小三 做小老婆 是不是这样的 结果呀很多中国留学生啊都不敢承认子 都不敢自己 都不敢在地铁里和其他的当地的乌克兰民众在一起待着了 不敢避那了 吓得跑出来了 外面炸弹呢一直在轰隆隆响 可是呢 中国留学生 真的是冒着枪林弹雨 啊也要躲开当地的乌克兰民众 是为什么不都是拜你们这些中国恶毒的男王有所赐吗 真的希望你们国内这些建盘侠啊 你们留点口德吧 做个人吧 给我们这些欧洲的华人一点生存机会吧 我们现在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说 多亏你们呢 还有多少人竟然要羞辱自己说自己是日本人 说自己是越南人 你们就这么这么缺老婆吗 你们就这么的缺德吗 你们确实缺啊 你们连人都不是了 有多少海外华人被当地人打死 被枪杀 现在乌克兰的民众手中都有枪啊 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己通报被枪杀吗 这都是偷给你们这些键盘下的功劳 也太不是人了 我听说我都很立刻